到底什麼叫做老人衰老 它叫做一個病症嗎 事實上 那衰弱是很多 很綜合型的症狀 對 它是一個症狀 它不是一個疾病 那事實上像老化 營養不足 或是缺乏運動 外傷像跌倒 或是一些疾病三高 那或是使用很多種藥物 像是在臨床上面 老人家說常常就是 藥物就是一把抓 十幾種藥物在臨床上面 那這些都是造成 衰弱症的一個因素之一 你說吃太多藥 老人家常常就是在整間房間 一次來十幾種藥 因為老人家喜歡去 這家醫院看一下 那家醫院也看一下 那所以就有好多的藥物 像政府在推廣說 多重用 要減少民眾一些 多重用藥 然後減少多重就醫 所以在我們臨床上面 我們老年醫學部蠻多病人 是之前看了好多科的醫師 那我們建議說 來我們門診 做一些相關的整合 疾病的整合 藥物的整合 那也避免就是說 像寶寶老師這樣子 不用常常三不五時 就要帶媽媽 今天禮拜一 帶她去A醫院 然後禮拜五帶她去B醫院 所以是一個綜合 會診的概念 對 所以我們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是可以看多重的 就是綜合型的這樣 去看一個人這樣子 這樣子很方便 那你們的門診應該都是爆滿的 爆滿不好掛 然後重點是因為老人家問題蠻多的 所以一個病人 有時候看至少要15到30分鐘 那這樣身為患者 我會覺得很棒 很高興 就是我會有這個醫生好好的 做一個整合 做一個衰老 我們剛剛講衰老的這些症狀 你現在就要來做一下檢測了 看看你有沒有重 重了之後 你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就是說 好 我們來看看最近 有沒有體重的莫名減輕 胃口不好 不太想吃東西 或者是說 你覺得好像有一點累 提不起精神 有沒有 這個也是要小心 那這可能就是說 你的精神哪裡 可能哪邊失能 或哪邊的這個慢性病影響 我們等一下問醫生 再來就是 走路變慢 容易跌倒 這個要特別的注意 還有出門的次數變少 這個是跟家人講 說這個最近阿公阿嬤不愛出門 而且也不太愛動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可能家屬也要特別掛心 還有記憶力變差 或者是自己原本能夠洗澡的 不愛洗澡了 或者說洗澡就變得 也沒有洗乾淨 生活的治理能力變差 那這幾項是 臨床比較容易會去判斷的 對嗎 像之前我們曾經遇過的案例 是一個八十五歲的老公 那他因為就在家中跌倒了 跌倒之後 然後就昏迷不醒 然後送到急診來 然後詢問當下 他原來問了其他人才知道說 原來過去一年 他有體重減輕五公斤以上 然後過去兩年 他喪偶了 所以他就獨居 所以像他就是有體重莫名的減輕 或是就是因為喪偶 所以心情也不太好 然後加上獨居 可能就是吃的部分 也可能就沒有那麼的注重 那這些都是一些衰弱的一些 危險的訊號 我們都要注意的 那理事長在臨床 也會常常遇到這樣的狀況嗎 這也是你評斷的方式 是 我們在臨床上 我最常聽到長輩跟我說 老了就沒有用了 為什麼呢 我老了之後就開始被討厭了 那要怎麼樣找到我的 不能這麼講 老了才有用了 是 因為琴姐很積極的生活 不能看清自己 沒錯 琴姐說得很對 所以我都跟這樣的長輩說 誰說老了都沒有用 老了很有用 你們吃過的米走過的路 比我們還要多 對 所以你們的生活經驗 其實可以提供給這些晚輩 很好的一些範例 是 琴姐剛剛看到這個衰弱的訊號 你應該很陌生吧 我的胃口非常好 然後體重有突然增加 也不是突然增加 我從來沒減少過 然後出門的次數也很多 然後記憶力沒有減退 因為我常背台詞 你現在還是在那個熬夜拍戲 也會有嗎 不只是熬夜 熬好幾個夜連著熬 連對你的戲份都這樣子 我都在車上睡覺常常 因為我家住北投太遠了 所以我不回家 有的時候就幾個鐘頭 我不要開車來回 舟車勞頓又塞車 所以我乾脆在車上睡一會兒 然後接著天亮又拍 拍完了再進棚 紅完了有的時候 接著天亮又出去了 天啊 會一兩次偶爾會這樣 不是常常偶爾 偶爾 我覺得體力還不錯 體力真的很好 感恩 你在這個說服力很高 你看你吃什麼 我都要來 我都要來 寶寶私立刻是不是就要來 這個藥藥圈了 對啊 這個體力太好了 體力很好 像我經常回去 就是照顧媽媽 然後因為她要做復健 像一三五要做復健 她做復健只有一個小時 然後都會跟醫生 就是復健師 到最後就會吵架 為什麼吵架啊 因為她八十幾歲了 她意思是說 我八十幾歲了 我還要做復健 我做好的時候 是要下田工作嗎 不用了 我就不想去做復健 但是我不斷地去溝通 就是說你做滿十分 你只要做滿五分 那如果是這樣子 惡性循環下去 這樣子 她的大腦會不會 慢慢地衰弱 或者身體會不會 慢慢地衰弱呢 沒錯 剛剛寶寶私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的長輩 他有很多既有的觀念 他覺得他不想動了 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要活就要動 如果越不想動 他會越來越沒有動力 然後本來會走 就變不會走了 所以我們在單子女的人 也非常的關心 要怎麼樣能夠 跟我們的長輩相處 怎麼樣好好照顧 我們的長輩 所以剛剛寶寶私說到一個重點 把長輩當小孩子一樣哄 我們用正向鼓勵的方式 好好跟他溝通 找他有興趣的事情 帶他去完成 你不覺得老人那麼笨 老人很聰明 你當小孩子這樣哄 他不見得接受 但是老人家要來做志工 要有骨頭 要有力氣 怎麼吃比較好 所以說均衡的飲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定要攝取 第一個就是足夠的熱量 還有一個優質的一些蛋白質 那我們常常聽到就是有些人 就是可能早餐不吃 然後就是中午就吃一點點 然後晚餐就暴飲暴食 那或者是說 有些老人家可能會睡到快中午才起床 然後也吃一點點 然後或者是說 我就是 中午吃 對 那我平常不拍戲的時候睡到中午的 但是我不管睡到幾點鐘 你只要睡飽就好 但有時候工作 我三 四點 四 五點就要起來 有時候還沒睡到 起床出門了 所以你算是補一些 睡眠時間的時間 睡眠真的很重要 但是不管是幾點鐘睡 或幾點起來 我覺得時間充足比較重要 睡眠充足 對 睡眠充足也很重要 但是均衡的飲食的值跟量 我們的時間分配還有規律都蠻重要 那像國民健康署 它就有推一個一日餐盤怎麼吃 那它就有一個口訣 就是早晚各一杯奶 然後像就是說 我們的水果就是一個拳頭大 那我們的蔬菜呢 看這張圖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那蔬菜要比我們的水果多 那飯就是跟我們的蔬菜量是一樣的 那豆魚 豆魚跟蛋肉的部分 就是一掌心 每一餐就一掌心的大小 鋪平平的 對 就一掌心的大小 對 那像那個 像堅果類就是一茶匙 就是每餐就這樣吃 也不要太多 對 就是剛剛好 不多也不少